第20个门派来了 据梦幻无美式透露 梦幻20周年庆典即将推出新资料片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消息是 将会有第20个全新门派的出现 该门派被称之为混沌门派 这个门派具备许多独特特色 包括双持武器和变换装备等 且与之前曝光的古精灵黑化视频相符 此外 该门派师傅与持有密切相关 预计在未来的梦幻版本中 将会有更多持有元素的加入 如以至为背景的轻视等 据悉 新门派的推出时间将在年底 或者即将到来的7月暑假 鉴于梦幻20周年的特殊意义 推出重磅新门派也在情理之中 接下来发表下我个人对这个新门派的看法和预测 这个新门派将会是一个极其强大的物理系 擅长使用双武器 在一个回合内能够施展多个技能 这个门派独特的装备变换系统 应该类似于虎奔大堂的五件套装 这将使他的装备套装变得更加多样化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新门派被称之为混沌门派 跟之前的奇异门派东海渊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那么这个混沌门派应该也是不允许转入 只能转出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门派左右手武器的伤害 百分比应该不会达到百分之百 否则这个门派的伤害将会过于变态 因此 这个门派的伤害将会在4500左右 因其手上比别人多拿了一把武器 那么他身上其他部位应该会被限制少带一件装备 主打一个暴力输出 成为物理系伤害最高的存在 总的来说 这个新门派将会非常有趣 我们一起期待着他的到来